义丰的VIP以及义丰的会员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义丰许怜斌 很感谢大家参与义丰有奖读书活动 那么读书活动里面有四句话 是《地理千金富》里面其中的一个选句 这四句话就是 山下成炉底 断旗有节无差 腰间带水心 定是龙去不远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看这第一句 第一句呢 山下成炉底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山下 山下是说在我们寻龙的过程里面 当我们站在这个山顶或者山坡上 看到我们的山的山脚下 它的山水形成了一个什么的状态 炉底 我们要知道在古代香炉 或者是所有的炉 所谓的炉它的底部呢是比较平的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平底锅 也就四边的山式是偏高 中间偏低 但是呢中间又形成了一个小平地 或者小盆地 这种才叫炉底 很多人可能就会说 为什么这种像窝 像锅一样一个窝行不行呢 其实它这里为什么用炉底 而不用锅底 锅是一个窝形 是吧 一个尖形的底 但是炉底呢代表着 其实就是名坛 当我们的龙士走到一定的程度 在我们巡龙的时候 一路捉迈巡龙 到达了某一个点 前面的什么呢 前面的名坛形成了一个小盆地的时候 而且四边是微微高起凸起的小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证明这里附近是一定有节学的 是吧 那么这个炉底呢 是证明什么 就是有好的名坛 必定有好的节学 所以他就说山下沉炉底 断起有节无差 是肯定有节学的地方了 这个当然指的是在巡龙的过程里面 这里所有四句话几乎都是在巡龙的意思 那么描述巡龙的过程里面 山下沉炉底 断起有节无差 我举两个例子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山下沉炉底 其中有一个是哪里呢 就是我家义父堂帮一个杨氏建的一个祖坟 在前面呢就明显的形成了一个像锅底 也就是像什么呢 像古代的香炉的炉底 这种状态 而不是锅底 是应该是炉底 同时呢 又像什么 像一个小聚宝盆 我经常提及的在我的这个催财六十八式里面 第一式就是聚宝盆式 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的炉底了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卫星图里面啊 卫星图里面这个杨氏祖坟呢 是在越北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从卫星图呢 可以看到他这里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炉底了 也就是像一个香炉的底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圈 大家能看到吧 这个坟呢 就在这个炉的边缘了 这个时候就是山下成炉底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历史图层 它会可能更清楚一点 因为现在比较灰暗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左右的 会更明显一点 那这这个就比较明显啊 明显是一个小盆地 是吧 这水呢也是在这环绕 山也在这环绕 这种就是山下成什么 山下成这个炉底的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山下成炉底的 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是 在湖南啊 在湖南的曾国藩的曾祖父 金姬佐百米 也叫杨柳芝 他墓碑上刻的 也就是曾静西 他本人的墓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典型的 是什么呢 山下成炉底了 所谓的山下成炉底呢 其实是什么呢 也就是好龙脉 必定要求一个好名堂 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求这个炉底 因为好龙配好名堂 是我的 义父团说风水里面说的啊 这里是有原话 也是大名堂就就是配大龙 中等的一个龙脉 他就中等的一个名堂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龙脉走得非常的快 他有气是吧 阴阳化气之后呢 龙脉他要舒展开了 要铺展开了 那么这个时候化阳就会形成一块空地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湖南的这个 我标示了叫阳柳枝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楼底的双峰镇的 双峰县的河叶镇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曾国芳 他的什么 他的曾祖父的木兰 当地人也叫金姬左白敏 那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阳柳枝前面呢 是一个什么 他这里呢就很明显的也是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像炉底的一个状态 当然他这里不是内命堂啊 他这里就是中命堂啊 这里你看我们能看到像个炉底 是吧 当我们比如说开车步行在古代走到这一段 发现这里有一个名堂像炉底一样的状态 像一个小盆地 证明附近就有节学的地方了 他只不过告诉你这里附近有节学的地方 但是到底接着哪一支或者是藏在里边一点 还是靠这个炉底的边缘 这是有待商榷的啊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 曾国芳的曾祖父的这个坟墓这个位置 看出去前面就是一个炉底了 是吧 就是一个名堂 所以这句话就是证明了当我们在巡龙的时候突然发现开了一个小盆地 那么我们就关注了在这周边是有一定有节学的地方 而且就算他不结阴宅也一定会结个阳宅 比如说结一个乡镇或者是一个小县城等等 好了解了这句话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呢就是腰间带水心定是龙气与不远 那么腰间带水心呢 其实很多人的理解可能会有偏颇 但是呢不重要 重要其实这个腰间指的是龙身上 我们知道如果太祖山少祖山这些是我们的头部 是吧 那么节学的最后龙脉的尽头是我们的脚步 那么节学的附近快即将节学就是我们的下半身 那么这个时候呢 腰间就是指在龙脉整一段的中间 可以理解成为龙脉走到某一段中间的时候 突然带有水心 那么龙呢是跑不远了 也就是再往前一点点就一定会有节学 一定会有节坐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腰间带水心呢 这个水心怎么解释呢 水心大概有三种解释 一种呢就是指水心体它是什么 波澜性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水心呢 它第一种解释是摇摆左右摆动的一个状态 第二种是什么呢 水心它也是 我们知道我们在正面看一座山 它的水心是怎么样 它是起伏波澜一样的 所以呢当这个山脉不断的平凡的小大小起伏或者平凡的左右摇摆 这个时候就叫带水心 还有第三种水心呢 就是带水泡 所谓的水泡呢 就是小圆山啊 小圆珠 就是水滴啊 这个时候如果有 比如说我们经典的入手龙里面的串串脉是吧 就是水心了 就是当有不断的小圆炮小圆炮一个接一个像葫芦串一样 这个时候证明前面即将要结学了 就比如说在江西信丰啊 我父亲曾经把别人做了一个除了富豪高官读书人的都是丁才贵各方面文都有的一个地方 他就是一个串注脉就是属于腰间带水心 一串注脉一串完之后起顶马上就结学了 是吧 这就是腰间带水心的一个论述了 在这里呢 他就是说在我们跟着这个脉去巡龙的时候啊 如果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个像炉底一样的平底锅一样的名堂 那么这个时候在周边就一定会有杰作 第二 如果龙脉在走的时候 突然他会产生一些水泡的心体 或者是频繁密集的摆动 频繁密集小幅度的起伏 这个时候前面就一定会有杰作 那么这个腰间带水心呢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 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一个国事的作品 也是我的原祖一个祖宗叫许桂公 他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腰间带水心呢 那么现在来看这个地方是当时国师的一个作品 我们来看这个结学的点在这个位置啊 那这个坟墨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节 也就是关键的这一节 我们把它放到画面的中间 好 我们来看 特别是最后这一节 你们关注一下 是吧 它是频繁的 我们能看到啊 是频繁的摆动摆动 密集的摆动 小摆动 小摆动 典型的腰间带水心 龙去不远 这明什么呢 龙呢 马上在前面就有可能要结羊仔 或者阴仔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这种腰间带水心的一个地方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韶关的这个南华寺 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它最后的一节啊 它的走动我给大家画一下 那这个南华寺呢 是六祖慧能 他在这里修行了几十年 而且香火是鼎盛了一千多年的一座寺庙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它最后一节也是 也是像 像小蚯蚓一样的一个密集的一个摆动 然后往前前去就是这个南华寺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就从这个细节就能知道的 任何一个地方 它将要将要什么呢 它如果是它想 它想结学 即将要结学 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它都会摆动的非常的频繁 在这我换成现在的啊 能看到最后一节它都是摆动的非常的什么就是带水心啊 波澜一样摆动 密集平凡的摆动 摆动之后呢 然后就马上就结学了啊 这个就是南华寺了啊 最终就跑到这里结学 所以这种地方呢 就是啊 腰间带水心啊 定是龙去不远 从这里到这里也就不远了 就结学了 那现在讲了这个南华寺六祖真身的所在地 六祖修行了几十年的一个地方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句 那下一句是说 前山乱杂 须知 一步唤醒 拜福当前 有如君桓继位 前半句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寻龙的过程当中站到一片山顶或者山坡上站在山上看到我们的前山啊都是很乱的很杂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一定就在这个地方来什么来寻找学位证明了这个地方不太对 这也是什么呢 以暗山或者以朝山来论证正学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发现这样龙脉非常的好在我们背后 比如说我们的背后腰间已经带水心了 但是我们站在这里呢 发现前面的山是很乱的很杂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知道一步唤醒 这个一步唤醒不是说让我们一定是我们要转过左边要转过右边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也可以选择再往前面移动你的脚步 也可以退后移动你的脚步 当你调整了你的位置最终到了合适的位置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拜福当前如有君皇继位 这个时候什么叫君皇继位 我们知道君皇继位登基的时候 所有人是怎么样 是跪拜下来的 是什么 普福拜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就你刚刚这个地方的这个也就是南华寺来举例子 那如果说我们站在这个这个山坡里啊 站在这个山坡里 往这边看 我去举个例子 好 这边的山呢 就比较缭乱 是吧 就不整齐 我们能看到 是吧 同卫星图能看到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证明什么 我们要一步换行 而要换左边或者右边 实在就转过反方向正后方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哪里 找到南华寺这边来了 如果找到南华寺这边 然后你一站下来啊 然后你一看在南华寺这种地方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你站在这里看 这时候你就会有如君王继位 前面的山都是拜扶下来 这里呢 看上去不是很明显 在现场还是非常漂亮 对面的山呢 就是全部都是把头低下来的 就像我在最近做的这个啊 国防部长 李部长啊 他在了祖坟前面有一个跪拜山 也是很类似的啊 所谓的跪拜山呢 就是前面这个肩或者屁股是抬起来的 他的两个手跟头 这三者三角是往下垂的 而且抬头啊 当然除此之外呢 有如君王继位的另外一种 是另外一个情形 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风水之旅里面 做过一集是江西龙虎山 张天师他修行的一个地方啊 天师谷以及他的府邸 他本人也住那里 他们那个正前方的朝上呢 就是有如君王继位 所以他的这个他的子孙 他的天师是传了70多代 一直传到啊 49年左右啊 这么回事呢 我们就知道了 刚刚我们啊 连接第一句来看啊 连接第一句来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做个简单的连接 这两句话 做个理解 我们在寻龙典穴的时候 跟着这个沙漫去寻龙 是吧 如果突然发现 这边有一个地方 像一个小盆地一样的地方 证明这一圈就能结学了 就不用跑得太远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跟着这个 往这个往这个 往这个小盆地这边走的时候 跟着龙脉来走 哎 发现龙脉突然 哎 这个龙脉他又是左右摆动 非常小幅度的摆动 或者小幅度的起伏 或者带有水泡啊 就小圆珠小圆珠小圆珠 这个时候证明什么 不用走太远就能结学了 好 又来看 当我们继续跟着这个腰间有水星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 走到我们认为即将结学的那个地方 我们会发现突然前面的伤 它是很杂的 很乱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想办法什么 我们想办法一步换行 我们想办法往前走 往后退 或者是往左移 往右移 或者是往左边看 往右边看等等 这种方式来校正 当我们校正到正确的地方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 前面的伤如拜伏当前 犹如君还即位了 那么这就是前两句的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句 第三句是 或因旧局而趋于横利 有时必杀而闪于偏邪 那么这个呢 其实先讲 就是说他的解释 他的原意啊 原意就是说 有些时候呢 我们是因为旧局 什么叫旧局 就是旧这种山水啊 明潭朝岸水口等等 就这边的局 而什么样的 我们选的地方会什么 会可能是横向的 跟龙是横向的 什么意思呢 会横龙结学 所以说第二种呢 也有可能他是逆向的 就是回龙故族 我们在十二岛战里面叫什么 这种回龙故族十二岛战叫什么 叫逆战 是吧 横龙结学叫什么 叫穿战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找巡龙点学的时候 不要找一只龙脉 就一直奔着前面 最前面那个尽头去找 有一些地方的确是在龙脉的尽头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在龙脉的尽头节学 而且不是所有的龙脉都从我们学会的正后翻一路推过来 他可能是会侧过一遍 可能会横向的 可能会是逆下的 是这个意思 就橘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闪过这边有一个橘 什么叫橘呢 比如说前面有溺水上潭 有龙虎交构 龙虎交涯等等 或者说这个时候前面有一只尖峰 这也是一种橘 或者前面刚刚讲到前面有个炉底 是吧 前面有个炉底等等 这种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橘 我们要知道 有些时候我们的龙脉 是不一定正在正后翻正受的 很多情况下 他是会因为他的局是在他的正侧翻 所以就横向的 是吧 如果有些他是在反过来 在他后翻 他就会逆过来 龙脉就会倒过来 是这个意思 那么有时候呢 他是因为必煞龙脉一路前行 因为必煞这个龙脉呢 他会闪于什么呢 闪于左边或者右边 这就叫偏过一边 但是有种叫斜 斜他是倚靠在 倚靠在龙脉那里 那么这种叫什么 就是十二岛战里面的开炸 龙脉里面的开炸 闪开的砍 那么偏呢 他是完全脱离 龙脉是这么走的 他是偏向于另外一边 这就叫偏 所以呢 要知道 有些时候我们的龙脉 并不是正顶着这个龙脉的中间来截取的 很多时候他会什么 他会斜靠着他 这样比划一下 也有可能他会偏向一边 就是完全跟他测开 测离出来 分离出来 偏开一边 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原理 那么这里呢 有几个字要再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旧局 我们如果是横向的跟内向的解决 一定要有局 这个局主要就是比如说水口 关锁 下沙关廊 明潭 圆正 就刚刚讲的前面有个奴底等等 全方面的局才能叫局 而不是简单的就一个尖锋就叫有局 不对啊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是必杀 就是必杀是什么 比如说必杀有很多种啊 我们这些这些回答问题的某一些意有是回答的非常好 有一些意有啊 就是比如说必杀 他有很多种一种是龙脉太直印 他就闪过一边 是必这个直杀是吧 叫豆杀是吧 另外一种 比如说哎 他这个龙脉的右边是有风杀的 有澳风啊 有这个水节 有大风大河 这个时候 他的脉 他的穴位可能就闪到左边去了 右边有杀闪左 左边有杀闪右 又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 比如说哎 我们右边的岸山他非常的高 白虎请权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学位可能这只脉就往这边跑了一段距离 跑到左边去了 而不在中间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是 或因旧局而趋于横里 有时必杀而闪于偏邪 那么现在我就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 我说我的祖宗啊 就是我的元祖这个许贵啊 这贵宫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明显能看到 这就是因为旧这个局 所以他就是这种是什么 这种就是回龙雇主了 你看龙脉运回之后 他又形成了一个返回来朝向又往这边朝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内局 就是因为旧这个局而趋于什么 趋于腻而不是横啊 那你看我们这样站着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第一是龙是回过来了 这是叫内局啊 不要其实你要拉到底部来看这个坟 这个坟的前面也是像一个小颅底的啊 能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颅底 就是因为要救这个局 所以呢就转身节学在这里啊 这个局就有很多 比如说下沙 我们看到右边那个下沙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沙回钩 对吧 按山横向的横向的走动啊 比如说祖心比较尊贵 抬头看伤体的开面 开在了这边 卖下到这边等等 因为等等这些局的原因 所以呢就趋于腻这个地方啊 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主席的祖坟啊 之前我也是做文章啊 包括视频其实讲解过很多 我们再来简单讲一下 这也是趋于腻的一种格局啊 趋于腻的是在我看一下是在韶山这边 那在这里啊 这个位置就是韶山了啊 这个就是韶峰韶山啊 那个龙脉盘旋之后 事实上呢 这个盘到这个位置 结的就是主席的曾祖母的墓 然后再转身转身转过来之后 这里就是虎邪平 虎邪平之后呢 就是他爷爷的墓 再转身就是他奶奶的墓 也就是真正催发主席的这个墓 那这个墓地呢 你看我们就能看到 他同样是一个什么逆局 是吧 龙脉盘旋一周之后又回弄雇主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能看到 这种就叫因为救这个局而怎么样 因为要救这个局 而且而是改成了什么龙脉的 逆向的一个一个一个变化了 如果你说我不讲这个逆向很简单 现在我给大家简单化一下啊 如果你不讲这个逆向 那个龙脉基本上就在一路跑跑 镜头不是到这吧 是吧 如果你站在现在我点的这个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说你你选这个位置 那就不是不是这个逆向了 能懂我的意思了吧 龙脉这样一路过来之后 他转身截学逆向朝这边去了 所以呢这种就是因为就这个局 所以他转身逆向截学了 而不是说每一个每一只龙脉 我们都是跑到这种镜头处去截学 去找学 这未必是对的 当然不能说镜头处没有学 或者说不成立也偶尔有时候 也会在挣钱房 但是他是说或应有时候啊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不要每一个地方都去镜头找啊 这是一个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讲的啊 第二句里面呢就是讲的是啥呢 就是有时候必煞而陕于偏邪 那在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风水之旅 呃前几集里面刚发布的 我们讲的是什么 讲到的是呃在 广东赵庆有个谭氏祖坟 谭前的墓内水嘛 你看他呢就是因为必煞而陕于边上 他的坟啊也不在主星下了直接的那个脉里面 在左边的一只边脉上 而且呢在边脉又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最后一间脉的 靠边的位置 用的是开仗 所以这就是有时候必煞而陕于偏邪 那么为了啊给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啊 就或因旧局而趋于恒邻 有时必煞而陕于偏邪 我找了一条龙脉特意为大家啊讲解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广东随便找了找了一只龙脉啊 这只龙脉呢就是 随便找了一只 然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标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红色的线就是龙脉的一个 龙脉的一个走向 当然他是从这里一路绵延弯下来啊 找了一只其中一只啊龙脉 那么我们找一大群山里面的其中一只龙脉来做一个解答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只龙脉一路绵延下来到这个尽头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正顺着这个龙脉来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正寿就不是恒也不是腻也不是偏也不是邪它是正寿但事实上像这个龙脉我们点的这种地方正寿是肯定不太行的稍微有基础人就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会什么可能会趋于腻趋于恒但这个地方呢因为腻向不太好找所以我们先首先找了一个横向的啊你看这个脉呢是这样子走的啊 总体是这样子走的他分了一只脉跑向了这边而且收这个腻血这个时候就是横举啊横龙结想横龙结局啊结血你看我们这个看到这只脉它是横向的摆动下来其实事实上这里还是开了钱的啊右边这个黄色的沙呢是是什么是下手沙啊你看我们能看到这是腻血上谈啊腻血然后往右边走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环圈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或应就这个局啊这个举啊就要 показ啊我就敢从后ų或者就去恒障啊跟上官看到那个凉认过的婉时美 因为毕煞呢 它是会偏和斜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标识了 红色的线是龙脉的一个走向 龙脉的走向 这个地方呢 跑到一边侧边来结了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或因什么毕煞而闪于什么 而闪到边上来了 闪到偏过来了 就是你看龙脉是这样走的 它的学在这里 看到没这样的地下 那这个时候就是 它们是平整 大致平行的两条线 这个就是偏 那么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龙脉在行径的过程里面 它稍为什么斜向的 跟它一个斜向的交叉 你看红色的线跟结学的线 是不是立向的线 是不是这个线 对吧 这是一个斜向的 所以这个斜和偏是不一样的 它这种是斜向的一个结学的一个局了 所以这就是因为有些时候 它龙脉总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龙脉并不会因为你每一只龙脉都一直顺着这个龙脉去找到尽头 而且也不一定龙脉的那个脉一定是从我们的正后翻来的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结学有时候它会逆向的结学 反身我们也叫回龙故主 是吧 翻身逆结 那么也有可能它会横向的结学就像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溺水地 它跟什么呢 红色的龙脉是横向的走 它是纵向的走 是一个交叉线 这个就叫横向 也有可能它会偏 也有可能它会斜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偏的啊 就是红色的山脉是龙脉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呢 已经脱离开来了 已经偏离它了啊 就是这么一条线 那么也有可能是斜 斜就是什么呢 龙脉是这么走的 龙脉从我们的侧边跑掉了 但是我们结束闪到一边来了 这种叫什么 就是斜了 所以这句话呢 总体的概括就是告诉我们 寻龙脉不一定要找正寿 有时候它会偏寿邪寿 横寿逆寿等等 我们一定要灵活 要注意必杀 注意救继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呢 说的是就是说 全是不回 虽巧媚端言而易假 周围巩固 既奇形怪传 而欲真 这里其实告诉我们的是 什么叫全是不回呢 既然叫全是 就是所有的是 就包括了龙是回不回 龙是的回 并不是一定要转圈回龙固主 而是龙 你看我们跑步 龙一直在动 我们讲这个战经里面 动它要停下来 就像我们跑步 它要有一个刹车 这个时候就叫做回了 这是龙的一个回 第二 沙一定要回 青龙白虎 左边右边的沙 它一定要回光 回收 回摆 这也叫沙的回 前面的岸山 它也得回 因为岸山 它要还狗你 是不是 它不能反背 这样就是反背你 感觉出来 这是还狗你 这也叫回 岸山的回 潮山的回 等等 刚刚讲的是我们的沙的回 龙的回 岸山的回 另外一个水的回 水的回 水是水往哪边走 在走的水口的位置 它一定是反复的摆动 所谓的像我们的战术叫迂回战术 就是反复的来回摆动 是吧 来来去去 好像不愿意走 反复的折腾 反复的来来去去 是这种感觉 所以呢 当我们的龙回 沙回 岸回 以及水口的水也回 全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回的 就全是不回 根本找不到一个回的 那么这种地方 虽然比如说前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尖峰啊 非常漂亮的峨美岸啊 或者有一个什么龙脉 或者说我们哪里有一个非常龙脉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入手啊 因为龙啊 也就是沙脉啊 它是经常都会有这种跌断的 经常会有起伏 很多人就会因为一有起伏 就不管这个权势的问题了 就刚刚我们提到 就这个入手非常漂亮 这个主星非常漂亮 或者说前面有一个 有个岸上非常漂亮 他只求了这三点 然后他没有发现 我刚刚讲的龙可能没回 然后沙没回 岸他也没回 他可能是很远的一个岸上 并不是那个身体也没有环抱你嘛 是漂亮是漂亮 但是可能是为旁边那个龙脉用的 也可能是用在你青龙白虎这个位置 他这只脉用这个岸上 可能你误判了 所以但是你站 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感觉到全是不回 我刚讲的就所有的东西都不回头 哪怕你看到的东西再漂亮 都是假的 假的并不是说这个地方整个一圈都是假 而是你站的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个假的 是这个意思 大概大家应该能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呢 在藏经里面有一个六部藏 其中就有过山部藏 为什么过山部藏 所谓的过山就是龙还在走 那么龙既然还在走 龙不停就算了 前面左边右边沙 他也是跟着走的 是吧 所以那种谁也是跟着走 就全是都跟着走 就全是不回 所以呢 叫过山 其实呢 全是不回论述的 基本上就是藏经的 这个五部藏里面的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过山部藏 这个过山的一个详细版的 补充版的一个解释 那么最后一句就是周围巩固 即骑形怪状而预争 就是说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周边的山啊 它是层层环巩的 都是固下你的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那些山是骑形怪状的 什么叫骑形怪状 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眼中是骑形怪状 因为什么呢 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 叫孤陋寡闻 少见就多怪 也许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比如说有一些奇特的暗山 奇特的鹤形 是我们未曾了解 未曾见过的 或者说我们仅仅停留在书籍 在现场可能 没有看明白的那种山形 其实它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起心惯张 但是如果也就是说 它只要是环顾于我 哪怕你不太认识它 这个人对你很好 是吧 哪怕他长得可能你不太 不太看得上他这种人 不太他的样貌好像有点奇怪 对于你来说 但是不重要 他是对你非常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也证明 你找的这个地方是很真的 是非常好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最后一句呢 就是通过所有周边的一些 也就是杀手啊 水啊 水口啊 暗山等等这些情况 综合来反证 你现在找的地方 到底是行不行的 所以呢 总体来说 这四句话 基本上做一个小的总结 就是我们 他是这本书是从 一开始从巡龙 后面到学到等等等等 有很多人在这里呢 就可能是没有 是没有从全文去稍微看一遍 因为这本 《地理千千富奇》是非常短的 我们可以浏览一遍 再抽出其中四句来看 你就知道 很多人会在这里就论述了 这个比如说把横力 看成水的横力 这肯定是错误的 又比如说 又说这是一个 这个偏邪 是一个什么藏法的偏邪 这种呢 也不能说全错 但基本上在 作者的本义里面 它是不对的 因为他这里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在寻龙的过程里面 如何区分 如何寻找 真学在哪个位置 通过这些 山下沉不沉如敌 腰间带不带水星 以及前山杂不杂乱 是不是 以及说有些时候 我们不能一直找正说 要找横力偏邪等等 是吧 通过这些手段 通过这些数据感受 最终呢 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 或者说我们捉卖 寻龙 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 而且不会犯错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 这四句话呢 基本上这个 介绍和这种解释 我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今天也是非常晚 抓紧时间 现在应该已经有12点多 明天呢 我事情也挺多的 所以呢 这这段解释暂时就到这里 如果呢 在就是在我们的VIP群 一方的VIP群 以及会员群 还有人想跟我探讨啊 就是这四句话的 其他一些延伸的东西 或者一些案例 我们呢 可以再出时间 我会在会员群 跟大家做进行一个交流 好 谢谢大家